我們是一定會有不同的方法去對抗、對抗、對抗 都是確保市民的權益不會被損害 主席 反映較多的市民 是支持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的通關安排 贊成方便 我覺得長遠計一定是需要的 高鐵站快要建好了 如果再反對立法會不通過的話 什麼時候才搞定呢 一地兩檢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實際上時間就是金錢 就是一地兩檢是需要的 因為我周時都去大陸的 譬如去貴州 我又要去福田坐九個站 才轉車去到深圳 北平市很久才去貴州一次 或者很久才去北平一次 我現在隨時上網或者訂票就可以去了 其實我覺得現在全世界 都是追求先進 香港有這麼多一些 德文的思想的人 你沒有法子和鄰近國家比的 海老仲都是累穀式的 所以在哪裡 哇 那是誰